女生最讨厌的追求方式大部分男生都做过 天天抱怨女生难追 那你们有没有想过 可能是你自己方式不对呢 今天兄弟就来跟你们捋一下 女生最讨厌的追求方式 看看你做了没 第一种词 灿烂打醒你 明明女生已经明确地拒绝了你 你却觉得她是在考验你 你对女生穷追门道 不仅丢失了自己的尊严 反而还会让她更加的反甘你 第二高调求爱情 这个女生恨不得全世界都知道 在公共场合向女生表白 喂 你真的是欧巴君看多了吧 第三要死不活行 你不理我 我就朋友圈感慨一下 或者酒吧卖醉呗 你不答应我 我就直接到你家楼下 喊你引起注意 哥们 咱们追求女孩子 一定要带着一颗真诚的心 去和她相处 就算她拒绝了你 你也不觉得自己失去了什么 反而你越是紧张 就越容易失去 如果你真的害怕失去 就不要再用以前的方式去追求她了 来私聊我回复秋秋 我这里有一份拖搭命迹 不要再围着女生撞了 调女生 你害怕失去你 玩过去 虽然 碌